在家里怎么养好茶花呢 大家好,我是一木 今天我会详细的教大家茶花应该怎么养 茶花是十大名花之一 它的花朵硕大鲜艳缤纷 许多花友都喜欢养上一盆 很多品种的茶花还非常的芳香啊 深受大家的喜爱 不过这种植物并不好养 许多花友养护之后就出现黄叶啊 黑叶啊落叶的现象 越养叶子越少 甚至还不开花 或者花孤朵还没开就脱落了 其实出现这一系列问题 都是因为大家不了解茶花的习性所导致的 因此在这堂课程当中啊 应将详细的解答关于茶花各方面的习性 帮助大家养好它 接下来就跟我一起来学习吧 好的,大家眼前摆的就是一盆茶花的盆栽 那今天呢我们就以这盆盆栽为例 来教大家茶花的养护技巧 我们首先说它的第一个习性啊 就是茶花的光照要求是怎样的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南方逛一逛这个花园啊 公园啊或者植物园 如果你看到茶花呢 它一般的栽种位置是比较讲究的 特别是在小区或者公园 它不会说单独的栽在一片空地上摆盆茶花来养 一般呢园林设计师啊会把茶花靠着墙来栽种 为什么这么做呢 其实跟它的光照习性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茶花它并不是一种洗墙光的植物 如果剩下季节墙光暴晒 很容易大面积的枯叶 但它呢也不是完全洗阴的 你也不能在室内啊 所以呢园林设计师就让它靠着墙种 这样啊它可以晒到半天的太阳 另外半天呢阳光会被墙给挡住 给它一点阴壁的环境 所以茶花就是这样洗半阴的植物 大家可以理解吧 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啊 就是希望大家加深印象 茶花我们在家庭里养的时候呢 像春天秋天冬天的阳光都可以晒 但是来了盛夏季节烈日的时候啊 最好就要给茶花进行遮阴 或者暂时搬到散射光的条件下 躲避烈日就可以了 总体来说除了烈日不能晒 茶花是一定要多晒太阳啊 才能有利于它的开花的 好的接着我们来讲茶花的浇水的方法 那我们给茶花怎么正确的浇水呢 我教大家要采用见干见湿的方法 最好啊要观察土壤的状态来判断浇水 怎么观察呢 用手来观察 我们每次浇水前 最好用手提前摸一下茶花的土 如果发现土壤是非常潮湿的状态 就不要再浇水了 因为土壤有水你还浇水是非常容易浪根的 那什么时候可以浇水呢 当我们用手摸到土壤 发现土壤非常干燥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要等它的土干透 只要发现土壤有些干燥 我们就立马把水补上就行了 采用这种方法 它就永远不会积水浪根了 因为每次浇水前你都是摸了土的 确保它是缺水 你才浇水 这样的话呢就符合茶花对水分的习性 好的 接着我们来讲茶花对土壤的要求和换盆的技巧 那茶花是一种天生洗微酸性土壤环境的植物 所以一般呢我们在这个选择土壤上 都会选择红壤土来进行栽种 因为红壤土啊 它是一种天生就微酸性的土壤 那你如果家里没有红壤土 比如说我是用田园土种的 可不可以 也可以种 那你如果用这种土呢 你最好呢就要准备一些硫酸亚铁 把这个硫酸亚铁粉末啊 对水稀释1000倍 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对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每隔一个月呢 给茶花的土壤浇灌一次 这样就能够让它的土啊 常年保持弱酸性 来符合它对土壤酸减度的要求 所以茶花你一定要记住给土壤来调酸 这样你的茶花叶片才翠绿 开花才多啊 所以调酸对土壤来说非常的重要 好的 说完这个土壤 再来讲一下换盆的问题啊 那我们茶花很多花有买回家 立马就换盆 这是错误的啊 因为它还没有适应你家的环境 一定要在家里养一段时间 它开始正常生长了 才能考虑换盆的问题 此外呢 也不要在茶花大量开花 或者大量携带花骨朵的时候来换盆 因为这个时候的茶花呀 它正在酝酿花苞或者开花 非常的消耗营养 如果这个时候换盆会打乱它根系传输营养的节奏 影响它花苞出现脱落的情况 对植物损伤极大 所以不能带花换盆 因此很多话也问我说 我要给茶花换盆什么季节换最好 其实你不用看季节 你只用看它的花肚什么时候全部凋谢了 那么就是一年当中换盆最好的时候 此外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换盆之前你一定要观察茶花原来用什么土壤栽种的 换盆就尽量选择同样的土 或者土质接近的土来换 这样呢便于它浮盆 此外换盆的时候也不要一次性把花盆换得太大 否则呢 土壤太多容易蒙根浪根 这些技巧大家都要留意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茶花对透气性的要求 那我们养茶花一定要知道它非常喜欢通风透气的环境 所以我们养的时候尽量在开放的阳台养 但你如果家里就是封闭阳台怎么办呢 也可以养 但如果你在封闭阳台要注意三个技巧 第一个技巧 我们封闭阳台养茶花一定要离窗户近一点来养 越近越好 这样呢它既能多晒太阳又可以增强通风性 第二个 封闭阳台养的时候你的茶花前后左右 不要把其他的植物跟它挤在一起养 否则会大大影响茶花的通风性 第三个技巧 封闭阳台养 每次给它浇完水之后啊 一定要开窗通风半个小时以上 这让它花盆内的积水蒸发的才快 不容易出现浪根 温根的现象 尤其是炎热的夏季啊 浇完水一定要多通风 这样花盆内呢 就不容易出现高温高湿同时存在 进而引起大量的根系腐烂了 好的 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茶花的施肥技巧 那我们给茶花施肥呢 要在生长季节用两种肥料啊 第一种肥料呢 叫做磷酸二氢钾 它是一种醋花肥料 因为它是高磷元素肥 磷元素高就能诱导植物的花芽分化 让茶花达到花大花繁 开花更多的效果啊 所以这个一定要用 那第二种肥料呢 叫做HB101 就是它 这个HB01啊 在世界范围内 都是广受认可的植物活力素 你使用它之后 可以打破植物的浇苗状态 促进植物的细胞分裂 它可以让茶花根系茁壮 芽点更多 那这两个肥料 我们在生长季节需要混合来使用 具体怎么用 我给您演示一下 施肥的时候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盛水的容器 装上10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呢 打开磷酸二氢钾 取一个小勺子 咬一小勺磷酸二氢钾 洒入1000毫升的清水中 快速的搅拌均匀 让它溶解 待它溶解了差不多之后呢 我们紧接着在1000毫升的清水中 滴入4滴的HB01 1滴2滴3滴4滴 好了就足够了哈 4滴滴完之后 再一次的搅拌均匀 让两种肥料充分的融合起来 像这样 好的 融合了差不多之后 我们紧接着呢 把这个肥料啊 浇灌到茶花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在茶花的生长季节 我们每隔10天给茶花浇灌一次 那么你的茶花生长速度会加快 开花的量会越开越多 效果非常的好 那说完生长季节啊 我们再来讲一下非生长季节 也就是冬天的时候 气温很低 它停止生长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换一种肥料 换什么呢 换成有机肥 比如说我手里拿的羊粪肥 就是有机肥 那为什么冬天用它呢 因为这种肥料它非常的温和 不容易烧根烧苗 不仅在冬天能给植物提供养分储存 而且还可以给土壤提供大量的有机质 来让茶花的土壤变得疏松透气又肥沃 预防土壤出现板结变硬不透水等等问题 那它的用法很简单 在冬天啊 我们每隔一个月取适当的这个羊粪肥呢 埋到它花盆边缘的土壤里就可以了 每隔一个月埋一次就足够了 然后开春的时候呢 再换回刚才那两种肥料 一年四季这么交替 融换着来施肥 那么你的茶花每年都会养得非常棒呢 好的 我们最后来说一下茶花的过冬技巧 茶花在南方是非常好养的 因为它是可以户外露天来过冬的 但是如果您在北方啊 就需要在室内来过冬了 北方室内过冬的时候 你还要注意一个技巧 就是需要给它的叶片加湿 我们需要准备一个喷水壶 在冬天的时候啊 北方室内有暖气特别干燥 所以呢 我们就准备一个喷水壶 每天早晚往它的叶片上喷水加湿 早晨喷一次 傍晚再喷一次 一天至少两次 这样可以大大增强 它叶片周围的空气湿度 预防黄液干肩和卷边的出现 这个就是啊 这个加湿的问题 那冬天的第三个问题 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减少浇水量 因为冬天气温低 它的代谢缓慢 蓄水量会减少的 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大量的给它浇水 很容易造成啊 茶花出现一个 这个比如说积水啊 浪根啊 这样的问题 所以冬天我们一般等它的盆土干透 然后呢 少量的给它不点水 就可以了 不要在冬天浇水太多了 好的以上就是关于茶花课程的全部内容了 我是一木 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下方的课程 我们下堂课再见啦